欢迎来到时哉时哉 线上直播的课程 您好 我是唐玉玲 非常高兴跟大家 在视频上见面 我们这个主题依然是 核心价值的人生 从大学说起的第十六集 分为经跟传 传是真子解释大学 门人记录的 有分为讲到刚龄 就是明明得清明 子于至善 讲到条目 我们现在讲到了 就是齐家治国的这一章 传有十章 我们讲到了第九章 这里面是特别讲到这个主题 是讲到一家人 一国新人的这一段的主题 雪如兰的科表分为四段 就是家与国 还有君贪力 姚顺率 以及节语 这个大主题 他的经文是一家人 一国新人 一家人就是指国君或是天子 他们家新人 包括孝季的风气 慈爱的风气 这在上一章已经说过 一国新人 就能够兴起人后的风气 比如说懂得孝顺父母 懂得忠君 而且老百姓对国家很有相信力 是一个很风俗很醇厚的国家 那一家让一国新让也是一样 一个家里面很重视这个礼仪 那一个国家里面也是很有功德心 很重视这个礼仪 那反之呢 如果是一人贪力 这也是指国君或是天子 很贪婪很暴力 那一国作乱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关联性呢 我们待会在后面会慢慢地分析 其基如此 就是这个基就是源头 就是这样的 换句话说 一个国家的福气的源头 就在国君的家里面 一个国家的乱源 也是在国君的家里面 那一般说 字基其神乎 这个团体里面 从这个领导人就看到 这个团体的兴衰从亡 此位一言分事一人定国 就是说 这可以说是一句话就可以坏事 我们一般说一言尚邦 一人定国 也是一个国家从国君开始 是明君 那就能够安邦定国 那如果是昏君 就能让国家衰败 所以我们看那个历史的兴衰从亡 其实要从国君来看 那姚舜率天下以人而名从之 就领导天下人 当然是从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 而名从之 因为姚舜本身就是这样的人物 所以老百姓愿意顺从姚舜的领导 节奏率天下以暴 而名从之 节奏他是一个暴力的人 贪婪的人 他率天下以暴 并不是说他引导天下贪婪暴力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他纵然想要把天下管理好 天下人还是风气上 还是很贪婪 很暴力 那民风很坏 所以老百姓从的是国君 他的品性 他的心态 他的作为 那其所令 反其所好 而民不从 就是你虽然要求老百姓要做好 可是老百姓上梁不正下梁歪 他随顺你的是不正的 你上面是贪章王法 下面就很多的乱象 包括偷鸡摸狗 偷盗 邪淫等等的风气 这一段里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 上一章我们讲到说 治国必先齐家 意思说家庭的风气可以推展到国家 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一段 叫做治国在齐家 治国在齐家的意思是说 一个国的心在国君的家 一个国的衰也在国君的家 这两段的意思不一样 上一段的意思是说 家的风气可以推展到国 下一段是说 国的心衰决定在家 是人后还是贪婪暴力 这里面也分为两段 治国在齐家也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明这个义礼 第二段是正诗经 明这个义礼当中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就是分别解释家与国 家是风气 国人会观感 治国人的观感就是你们上面的人 是很贪婪的 是很不守法的 你下面的人也是不守法的 是观感的 治乱之机就是一个国家之治 一个国家之乱 机就是在领导者 所以有一个领导人说 问题出在前三排 责任要在主席台 这是很有意思的 那分为两段 第一段就是知己 知道原来源头上 治乱心衰要在源头上看 那肃义就是解释这样的义礼 都是一个人定国 一个义言分事的 第三段讲到习风不从令 习风就是你上面是什么风气 你下面就是什么风气 所以以前在齐国的时候 齐景宫是一个奢密的风气 所以下面就是盗贼兴盛 因为大家也想奢密 没有这个本钱奢密 只好去偷取盗 所以孔子跟弟子们到齐国去的时候 看到几国的市场面 卖那个假手假脚的很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犯了刑法 老百姓很多人犯了刑法 被国家砍手砍脚 所以要到市场去买那个 假手假脚来接 你刑法再重 老百姓依然坐监犯科 所以叫习风不从令 不从你国军的命令 而却承袭你 效法你这样的风格 那结论就是要正己才能正人 那要心存树道 将心彼心 你自己都不正了 你还要求别人正 那是办不到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内容特别在讲分饰的这一段 我非常佩服我们学路 他都是一个架构式的 在来讲经学 而且前后是有关联的 让我们知道经学是一个完整的架构 在讨论很重要的这些重点 首先是讲到说家与国 家与国是一家人一国心人 一家让一国心让 你看那个心 你一家人 上面那一章讲到 那个人就是孝替慈 那个是他的人 一国心人 一国心人要怎么心 坦白讲 以身作者有时候风气 不见得推展出去 而是说当你是这样的人 你可以选到这样的人才 这样的人才愿意为你来尽忠之手 愿意为你来为公发心 而且你对于下面的人 你可以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的要求呢 因为你本身是作证的 你作的证你才可以要求别人 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折发眼 你有这个选择人的眼力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又有德 又有学的人 当然这些人很佩服你 愿意跟你一起来共造国家的幸福 你是这样的人物的时候 当然老百姓得到很好的生活 得到很好的照顾 老百姓当然愿意听从你 所以这叫做一国心人 否则的话 你光有这个品德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也推展不了你伟大的政策 你心中的理想 你这个各种施政的希望 你是被办不到的 那一家让一国心让 你看这就是特别讲到周文王 就是家人 家里面让 那一国心让 周文王本身的品德 还有他精学的见地 还有他的能力 还有他用到的人才 才有这个风气的推广 所以看起来大学它是在讲原则 但是还要有其他相关的补充 这个原则才能够被确立的 这个家与国的关系 上面讲到一家人一国心人 所以家是风气 国人观感的兴起 所以你在国人观感的不好的时候 你叫他要好 你叫他要导正他 他不听的 那人与他会 一家人 人这个人里面特别是他会 你看学工老师特别举出他会 就是懂得家会于他 不是只有风气的推广 你还要给他很多的恩惠 包括给他好的生活环境 包括教育他 包括给他很多的资源 你的命令 或者是你的指示 或者是你的政策 他才会愿意配合的 那让也是一样 让不自争 在朝廷里面 懂得相让的人 那个相让的人是怎么让法呢 就是说你越有功劳的 愿意跟人家分享 那你国军愿意把功劳分给部署 那大家一团和气 所以这个让也是要讲究 他的见地跟学问 跟他的能力的 你是越有能力的 你越让 那你的效果会越好 上面从正面来讲 是一家人 一国新人 一家让 一国新让 但从反面来讲 你上面不正 一般说上两不正下两歪 你上面不正 想要求下面正是办不到的 你上面贪赃王法 想要让下面的人 不要隐私舞弊 这是办不到的 大学里面就分正反两边 告诉你齐家有多么的重要 越是领导人的家庭 它是国家的福气的源头 它也是祸乱的源头 举伦语里面说 季康子患道 你看季康子 他本身是鲁国的执政大夫 国那边盗贼很多 他也是有心要治国的 但是他问于孔子 孔子对曰 狗子之不欲 虽赏之不缺 原来整个国家的偷窃风气 都从季康子来 你看这段话 讲得非常婉转 但是很合乎解决问题的核心 季康子这个人 他是一个不欲之人 他才有办法要求下面不欲 才会用得到不欲之诚 如果你本身是欲望多的人 拒练之人 你想要让属下清廉 那是办不到的 所以属下也会去拒练 可怜的就是老百姓 老百姓生活不下去的 他就停而走险 所以整个乱国的乱元 如果从这一章来看 就是季康子 季康子还问证于孔子 他也是说 如杀无道 以救由道怎么样 你看可见国家太乱了 所以他必须要杀几个 来杀几近后 孔子对约亚 只为正硬用杀 这个你半阵子 哪里用杀呢 其实这一段里面 你要从各个面向来看 怎么看 比如说 只为正硬用杀 意思是说 你本身是无道之人 你下面的人当然也无道 所以你为正硬用杀 意思是说 你要先杀你自己 你自己都不杀你自己 这些你杀不完的 这是这样的 不是说杀无道于救由道不行 如果杀无道于救由道不行的话 孔子杀邵政某也不应该 这句话的本身是说 季康子本身就是无道之人 然后他本身来杀下面的无道 以救由道 以救由道 你本身不是有道 他怎么救由道 所以孔子真的是讲话很有艺术的 不是说半阵子都不能杀 不是的 那只欲善而名善也 你看这个段 你遇善 善就是说你是清廉的 你是公薪的 你是仁厚的 你是养民的 你是慧人的 那老百姓就会得到你的恩惠 也愿意听从你 那君子是得风 小人是得草 草上之风必远 你是风 下面的人是草 你风从东边吹往西边 老百姓就往西边倒 都听你的 草上的风 草加上的风 必扑倒的 所以风气是上行下销的 正面反面来说就是乱缘 乱缘都从上面来 正面来说 浮缘都从上面来 所以特别举孔子嘉宇的号生篇 这是第十篇 里面说 于瑞两国征田而送 于国就是古宫坦复的后代 瑞也是姓姬的 这两国为了土地而征颂 年年不绝 好几年都没有办法决断是谁的 就搞不清楚 争论了多年 乃乡未月互乡就说 西伯就是文王 是人人也 我们何不去质问他 请他拼拼你 结果入其境 结果跟者让判 耕田的人在田中让了这个路 行者也让了入 再来就是到他的朝廷里面 看到士让大夫大夫让亲 整个朝廷里面就是掌幼尊卑锦然 于瑞两个国家就觉得很丢脸 亦是无财小人也就觉得很丢脸 是不可以旅君子之亭 太丢脸了 我们都不如人家的小民 都不如人家的农夫 所以回去的以后就把土地退了 有问题的这个土地我就不争了 那变成一个贤田 孔子说以此观之 文王之道 其不可加焉 就是文王他所推展的大道 无以复加了 加不上去了 那怎么加也不上去 孔子就下面讲着加不上去的理由 叫做不令而从 不叫而听 自已在 不令而从 不用命令老百姓三令无声 老百姓就尊崇 比如说公德心 或者是法律 不必一再的命令 老百姓都尊崇 不叫而听 不要种种的告诫 老百姓都挺你的 简直就是一个守法的 一个公德心的 一个肯为他人着想的风气 早就在文王的西周开展出来 难怪最后他们会一统天下 所以大学上面才会说 后面才会说 一人贪力 就是这个国君或天子贪婪暴力 那一国就作乱 其基如此 就是基就观察这个源头就在这里 只为一言分事 一人定国 一言分事 就是一句话就可以败事 一个人就可以定国 那这是治乱从这里看 就从领导人的风格开始看 那军贪力 薛如涵他是怎么来讲 说因为家跟国主在领袖 治乱由之 一个家 这个领袖在家是一个一家之主 领袖在国也是一个国之主 治跟乱都是从国军领袖而来 那贪呢 贪就像好货 就像节奏一样好货 喜欢宫殿 喜欢女人 喜欢享受 喜欢金银珠宝 利呢 就是很残暴 横针俱练 巧立名目的收税 那这个任由小人扶作辉为 为什么小人可以扶作辉为呢 因为可以满足国君的需要 而当你发觉到老百姓的乱象平真 坐监犯科 这些尖道邪淫 你却制止不了这个风气 你想要让国家安定 你想要让老百姓 这个努力生产都办不到 所以这里面才说 源头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言一人 就是国君的一言 国君的这一人 是治乱的动机 是大治或者大乱的源头 那这里面讲到一言分事 我们论语里面就有一章 就讲到一言分事 那鲁定公就问孔子说 一言可以新邦吗 那有这会是吗 有这个成语 这样对吗 孔子对呀 言不可若是 一句话新邦 不可以这样讲 可是其极也 但也接近了 什么接近呢 人之言语就有道是 唯君难唯成不易 你看孔子也是讲 举出一般的谚语 那如之唯君之难也 不如及乎一言而新邦乎 就是说国君知道治国之难 他真的是一言新邦 为什么一言新邦 因为这个唯君之难 难在哪里 难在家庭要整齐 难在本身要一身作则 难在他懂得把这个风气往外去推展 这个风气往外去推展当中 国君的能力要有世人的能力 要有各种面面俱到的能力 让人家佩服你 愿意跟你合作 你去指示要这样做的时候 你才愿意听你的 这些都非常难的 这里面包括说 如何让各行各业兴旺 如何让老百姓的水准提升 如何让民生的政策能够落实 如何让税收能减少 如何让家家能富起来 这都非常难的 当然核心处就是风气的推广 可是风气的推广里面 你本身的一身作则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叫做不及乎一言耳心邦乎 一句话就可以心邦 源头 这句话的源头是 我刚才讲那些内涵的时候 那就是一言心邦 鲁定公就说 那一言上邦 这个成语上面有这样吗 孔子也是说 言不可以弱势 不可以说一句话就把国家灭了 这不可以弱势 但是奇迹也接近了 人之言言有道是 于无乐乎为君 就是说最快的就是国君 什么国君 为其言而莫之为也 就是我的话没人敢违背 那只要讲那个 我的话没人敢违背 所以当国君真爽 那这个孔子说 如其善而莫之为也 如果你讲的话是对的 那叫人家不要违背你 这还可以 如果你讲的话是不对的 叫人家不要违背你 那简直就是一言上邦 可是这里面说到说 不善了 比如说我们说的话 是很刻薄寡恩的 我们说的话是很自私自利的 我们说的话是很满足自我的需要的 我们说的话是违背常理的 结果希望人家不要违背我 那人家会越来越满足你的需要 越来越满足你的需要的时候 这会变成君子退小人进 那君子退小人进的时候 一帮朝廷都是小人在朝 好像说官府里面的仓库里面的米虽然多 但是老署更多 唐诗里面就有官昌署 假如官员贪污腐败成这样的时候 那国家就会坐吃山空朝向灭亡 就好像说一栋楼房 到最后整个楼房都变成粪土之墙 只要稍稍的风一吹就全垮了 这叫做一言上邦 刚才讲到说正面来说一家人一国新人 反面来说是一人贪力一国作乱 所以下面就举出典范 你看大学的文句讲得很好 他开始举出典范 举出什么典范呢 一家人一国新人的典范是谁呢 就是姚舜率天下宜人 但是从家庭做起 二名从职 可是我们上一集也谈到 姚舜自己都没有把他自己孩子交好 他怎么齐家 齐家都不能齐怎么教国人 怎么治天下 这个不能这样说的 姚舜他虽然孩子交不好 可是大家看到他的诚意 天底下有时候是怎么样 有时候是你不见得把事情做好 但是人家看到你那个诚意 所以臣子们愿意为姚舜来分忧解劳 分忧解劳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理想是这样 结果臣子们把你达到的更多 所以到最后都是那个无为而至 那节奏率天下以暴呢 以暴就是说横争暴力 贪图享受 来自于跟小人在那里私下这些玩乐 不理朝政杀害君子 而民从职 老百姓在乡野之间 也是在那里不想伤害 盗贼之多 所以叫做其所令反其所好 就是你要老百姓做好 结果老百姓反你的命令 老百姓却随顺你的喜好 因为你残忍刻薄 老百姓也残忍刻薄 你在那里好货好利 老百姓也在那里贪图占别人的小便宜 所以民不从你的令 民从你的号 科表里面说 姚舜率 姚舜是人 节奏是报 民皆习之成风 老百姓习的是姚舜的风 习的是节奏的风 令号相为就是说 你要人家好 可是你本身是不好的 这叫做相为 老百姓是习风不从令 老百姓是有样学样 上良不正下良歪 不会从你的令 是从你的号 所以论语里面才会说 子曰苟正其身与从政夫何有 你自己端正你自己 从政何难之有 不过这里面也要说 你就算把你自己端正 你从政也很困难 因为从政不是只有你把你自己端正 里面还有包括你是一个有能力把事情做好的人 判断是非的人 领导统预的人 这里面到底怎么说呢 是你身正了 你才能够找到正人君子 你正人君子才会愿意帮助你 那小人你在辞退小人的时候 你有这个背景 因为你不喜欢跟小人在欲望上相接 你会辞退小人 所以这其身正里面 它其实还包括说 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 人家会佩服的 正人君子也会佩服的 不能正其身 你自己本身不端正 你有很多很好的政策 人家都不会听你的 那如正人和 你怎么去正人呢 我们举出轮椅的正名 叫齐身正不令而行 就跟他讲 姚舜就是这样风格的人 齐身不正就是想要节奏的人 虽令不从 这一段雪公老师的表都说的很清楚的 所以才有轮椅里面说 孔子告诉季康子里面说 正则正业 只率一正 俗感不正 原来孔子所讲的话 都是有这个知识背景 而且知道 自乱兴衰的源头 就在领导人 姚舜他们所经营的风气 你刚才不是说 一家人一国新人吗 它的证据是什么呢 姚舜之名可比乌而风 这在《心语无为地势》里面有 其实在《尚书大传》里面也有 叫做比乌而风 比乌就是一乌一乌的这个比就是比林 你要说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比林就是一乌接着一乌的 意思是说而风 风就是给予奖励 意思是说好人好事一大堆 节奏之名可以比乌而株 比乌而株就是坏民一大堆 暴民一大堆 贼民一大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教化十三叶 教化十三叶就是说 姚舜的教化 它本身以身作者 所以大家愿意听从 以身作者它不一定成功 但是成功一定要以身作者 所以这论语里面除了强调以身作者以外 其实还要学学孔子的能耐 孔子他本身修身其家治国 帮助天子平天下的能耐 经营人才团队的能耐 这个还要再学的 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本章是核心价值的人生 从大学说起的第十六集 整个大学的架构是 金一章跟钻十章 目前的进度是在 钻十章的第九章 齐家治国 上一章讲到齐家 是讲良好的家庭风气 推展出去 本章是在特别讲到 家庭才是国家 福气或祸乱的源头 所以原则虽然如此 但是它还有很多的操作法 总之 这个要把风气推展出去 要有诸多能力的配合 就像姚 它有很多的闲程 孙也有很多的闲程 人才团队 但这些闲程要听你的 你本身不以身作者 它还听你的 还有你的能力 也是射中非常重要的善巧方便 这些都说了 第二 我们所举的例子里面 正反两边 正面就是讲姚舜 反边就是在讲节奏 理论固然重要 要找典范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 原来这个理论 它有实践的所在 我们一般理跟事要结合 理无独立之能 事有家理之功 所以从事项里面 去看它理论的重要 第三 姚舜从家中推广到全国的人后风气 就是孔子所向往的理论大同 所以有空我们看看 那个理论的理论大同 就是姚舜从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 那个完整的风气 历代历来 都是为政的典范 那节奏所推广的就是 贪婪跟暴力的风气 虽然他不是要推广这个风气 他要老百姓听话 他要老百姓善良 他要老百姓诚实 他要老百姓按时间纳税 可是老百姓偏不这样 所以全国一大堆的坏事发生 他有心整顿也无能为力 因为他本身就是乱缘 所以领导人 好的事情不一定能推广出去 但坏事不推广 也容易成风气 我记得我们台湾有个领导人 他喜欢打高尔夫 他就算不喜欢一般老百姓打高尔夫 也老百姓打高尔夫成风气 这就是坏事会容易传出去 第四 在乱缘上 另外举的就是季康子的例子 虽然他有心治国 但是他以下犯上 建阅离治 这个也是好聚恋财富 他本身就是乱缘 在家庙里面调八一五 测船 藏雍寺 祭台山 墓中无人到这种程度 奢靡浮华 就算他有心治国 他就算用到宰我跟子禄当家臣 就算国家用到子瑜当五成宰 福子健当善父宰 等等 他还是压制不了全国的偷窃盗杀的风气 所以光有人才团队也不能造成盛事 像魏林宫手下有很多的人才 甚至请齐伯玉成为执政大夫 就像当朝宰相 都没有办法使魏国强盛 可见一个国家的心衰存亡的源头 在国军 一个企业 一个家庭 都一样 第五 所谓的一言心邦 一言上邦 就是领导者在典范上 要以姚述为典范 或者在以节奏为典范的言语 都是心邦跟乱邦之源 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言行是很重要 所以一经细词传才说 言行是君子祸福的书籍 如何在言行上以身作则 如何在言行上经营家庭 如何在言行上经营事业 如何在言行上经营团队 经营国家 经营天下 都是我们这一章所要探讨的 而且成功的秘密 原来都在这一章 所以不一定是 它的道理 也不一定要用来从政 用来个人的出处上 都是非常殊胜的鉴定 一定给自己带来光明的前途 好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义 谢谢大家收看 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